大家下棋是不是非常害怕对手走七码局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盘女子大师的实战对局来讲解一下如何破解七码局 红方是婷婷 黑棋是圆圆 红棋婷婷棋手中炮 黑方圆圆上马 红的上马 黑棋强挺棋足 红的出局 黑的出局 红的规矩过河 这个黑棋强挺棋足 这个布局的格调都已经很鲜明了 我拿回一个做一个后手棋 我也是要跟你搏杀 不让你走这个文件的中炮进三名 黑棋屏风马 红棋请兵 黑棋果然就来了 选择一手补像 这个棋如果说红棋按部就班的上马 那黑棋肯定是不是七码了 那黑棋补像之后 红棋呢 抢先变招了 他没有选择上马 而是选择了一招平局压马 来试探黑棋的硬招 黑棋呢 也没有选择回马卧薪 直接啊 就选择了一个浸泡 大胆气马就问你敢吃吗 你敢吃我这个马 那不好意思了 我就要打你的兵 打完你的兵 我要打你的鞠 我要打你的象 那这样子一打象这个棋呢 红棋就输了 所以说呢 红棋在这里他不敢吃马 选择了一招冰三进一 那黑棋把这个一吃 红棋把马一吃 黑棋充足吃马 那这个棋呢 红棋呢 停停也不得了 他虽然头发长 但是啊 见识并不短 并没有来贪这个便宜 这个棋如果说你回马卧薪 那黑棋呢 肯定是进底炮了 你再冲兵 那进局保住 以后啊 再补视量局 往下啊 演变了是非常复杂 激烈 那红棋呢 在这里呢 他也没再躲这个了 选择了啊 直接冲中兵 弃掉了 弃环 吃掉 打过来 这样一番交换之后 这个黑棋呢 想搏杀的这个目的啊 计划呀 也就破产了 红棋把这个得的这个马送还回去之后 很明显的局面比较稳定了 稳持小先手 那黑棋呢 肯定还是不甘寂寞 远远呢 就选择了一个下底炮 还是啊 要给你搏杀 红棋呢 选择了一张上马 他也不怕你打象一将来拐吃这个象 这个棋呢 红棋他也不敢打 你敢打象 那他不会用象飞 他会想要用鞠吃 你要是吃鞠给你一象 那白丢一子 你要是杀象一将 那黑棋呢 这个马就不要了 你会气还 我也会气还 等你敢一吃 那不得了了 我扣中一将 你不是 把象一杀 又要叫杀 又要叫抽鞠 你平鞠跟住这个炮 也不管用 打试 叫杀 你只能出象 打象一将 那这个九路鞠也就凉凉了 那这样走 红棋呢 就速败了 所以说呢 他也不敢打象 选择一招上马 黑棋呢 你不打象 我要先补一手 补了一手试 红棋出局 黑棋出局 红的呢 退局抓一架炮 黑棋浸泡 继续压缩这个红棋的空间 红棋选择一个 气中命 黑棋吃 红棋上马 黑棋退炮一打 红棋上马 黑棋呢 选择了一个 瓶中一将 那这个红棋呢 稳健了半天 到这个时候啊 才突然间伸出了他的疗牙 出手了 怎么着呢 突然间呢 来了一个 气功头 气功头还气狙 这招棋走得呀 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凶残 可以说是出乎了源源的意料 那没办法 只能是先把鞠吃掉 吃完之后 红棋这个时候选择打一架 那也只能用鞠吃 然后啊 把鞠吃 这样交换完之后 虽然说暂时 红棋呢 是少了一个大子 但是 现在啊 马炮都在人家嘴里 你不能兼顾 你要么丢炮 要么丢马 实战呢 这个黑棋是选择了一个退居抓双 准备啊 这样交换 这应该说是一步败招 红棋呢 黑棋呢 应该考虑啊 先退炮 打一下马 等这个马走开之后啊 再退居 抓炮 红棋这个炮啊 也只能是进一步 然后呢 再平炮 这样虽然说 红棋把势子找回去 而且还多吃了一个向 但是呢 毕竟黑棋有一个空头炮 而且这个平鞠把鞠盖住之后 造成这个红棋啊 是一个低头鞠 黑棋还是比较好下的 实战这招退鞠抓 那红棋呢 就简单的一交换 交换完之后呢 他把马一吃 这样一番交换完之后 虽然你有一个空头炮 但是啊 没有鞠的配合了 在最后没有鞠的情况下 那这个马炮的这个兵轮优势啊 将大大的得到体现 你这个两个光杆炮啊 怎么阻杀 也是走不出来杀琴 那人家这个马炮呢 这个杀招的组合就太多了 黑棋不想丢这个足 选择一招请足 那红棋呢 来一将 黑棋被逼无奈 选择了一招气功头 红棋回马 黑棋退炮 下一招有个歌中将来抽炮的棋 那这招棋都太简单了 女子大师肯定能够看得出来 他选择了一手退炮 黑棋呢 把兵一打 双锋啊 现在啊 进入马炮残棋 那这个兵足都是保卫疙瘩 那肯定要赶快消灭对手的兵足 红棋呢 也进马 又要踩足 又要踩士 实战呢 黑棋是选择了一招进炮 这招棋应该说是 一个致命的一个败招 他忽略了红棋的一些妙手 他可能以为红棋会选择一个踩足踩足 然后呢 他打兵打兵 但是呢 红棋啊 他突然间呢 改变作战计划了 不再吃足了 他选择踩士一将 上老将 然后啊 再回一将 出老将 一个回马进枪 你要踩住脸 那这一下黑棋呢 也就要丢子了 实战呢 他选择了一招 炮击鞭兵 那这招棋 应该说 让黑棋 让红棋啊 顺利的吃掉一子 造成了一个败招 败士 黑棋最顽强的啊 应该是退炮 再考验红棋一下 红棋如果说吃炮 那黑棋一套 通过一个精妙的先棋后取 达到一个求和的目的 但是你退炮之后 如果说他不吃炮 选择了一招筋底炮 来一个篡位炮 炮战王位 这边要踩炮 这边要打相 那这样呢 演变下去啊 还是红棋大优 但是最起码呢 可以考验一下红棋 对不对 那你这招打兵 就相当于啊 放弃抵抗了 那把这个一吃 再把兵一吃 虽然说消灭掉了红兵了 但是呢 这个三个足啊 离得太远 你没办法来拉住手 红棋啊 可以在进攻中啊 将你各个击破 那他就来了 马虎近期 踩住双 退 那他肯定不会给你交换 进马 补与手势 再来一将 这转线间呢 这个三个足就丢了脸 再来一将 上来 然后呢 平炮 准备啊 把炮缩回来 黑棋呢 就没起走了 进足 红棋补与手势 那黑棋呢 退手势 准备啊 以后老将进中 那红棋呢 退窗望月 把事支起来 敞开脸 不让你这个老将尽忠 那黑棋补业手下 还是要尽忠 那红棋呢 就回一将 既然你想进来 你就进来吧 再来一将 那又敞开了 红棋把炮一退 残棋炮归压 黑棋也一退 你赶将 我就赶快给你来对 这一对 对掉一个炮 那肯定是 引不到了 红棋呢 先把帅出来 黑棋进足 红棋回一将 黑棋出老将 红棋平炮一将 黑棋进老将 红棋再把事给他干掉 这个呀 我就说了 他这个马炮啊 通过将军 通过叫杀 他可以各个击破 吃完之后 他又回来了 他又准备转一圈回来了 那黑棋下足 红棋来一将 黑棋出老将 他来一将 进中 回马 踩住足 然后啊 把炮一退 又要来了 黑棋呢 选择了一手平炮 那红棋进一将 马后炮 电向 双江 走到这呢 这个 远远呢 就认输了 因为你现在啊 双江 这么出不来 只能出这来 那再来一将 你只能下去 再来一将 这个呀 带着江啊 要给你吃没了 吃成一个光杆司令了 也就只能是 头子认负了 不过老话说的好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这是17年下的一盘棋 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圆圆的水平啊 已经是在亭廷之上了 大家觉得两个人谁厉害呢 你是支持亭廷呢 还是支持圆圆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